来看看斑斑幼儿园第四章官方终极预告 兄弟们 终极版的预告昨天已经发布了 虽然很多消息灵通的人士称 斑斑幼儿园的第四章会在7月7号发布 但是现在已经7月15号了 所以这些消息灵通的人士 又将斑斑幼儿园第四章的发布时间 改到了下个月的8号 也就是8月8号 他们的理由就是 斑斑幼儿园的第一章发布的时间是1月1号 第二章的发布时间是3月3号 第三章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 那么第四章的发布时间就变成了7月7号 可是没有发布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改成8月8号吧 不过你们注意听好了 这个8月8号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消息灵通的人士说的 我只是一个转述者而已 我们应该不信谣不传谣 所以在这里我就为之前的不认真给大家道歉了 顺便再多嘴一句 有的兄弟们问我隔壁的第三章什么时候发布 我就没有转述过 因为消息灵通的人士 对隔壁的制作效率也是十分的心虚 唯一能够肯定的时间就是官方发布的 就是在今年之内吧 其实在预告的一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奥皮拉 不过他在发疯 画面有一些可怕 有兄弟们介绍他的正式名字叫塔塔鸟 同时也有兄弟说 他不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那只蓝色奥皮拉 因为他的羽毛是紫色的 我个人觉得塔塔鸟的翅膀颜色本来就是红色的 现在变成紫色了 可能是因为又喝了绿色的桶装饮料的原因 然后我们看见了物流斑斑 待在一个房间里面 房间没有门 物流斑斑也没有动 在第四章的终极预告当中 大多数的斑斑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中巨大的水母哥和绿色的聚无霸 过得更惨 他们两个被仪式管道的仪器连接 给我们的感觉 就好像是要把他们身上的绿色桶装饮料 给抽出去一样 这个也是蛮符合逻辑的 绿色的桶装饮料会使斑斑的身体变大 而巨大的水母哥和绿色的聚无霸 就是斑斑中的代表 说到这里 我又有了一个疑问 小语书令们也跟我一样 在之前的山山预告当中 都会出现的佐菲斯 在这一章的预告当中 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终极预告当中出现了新的斑斑 就是残除斑斑 他给了我们一个奔跑的背影 速度看起来很快 但是我们却跟得上 奔跑的环境非常的奇怪 好像是连接关卡的缓冲地带 有斑斑出现在这里 这可是之前的游戏当中 都没有出现过的 在第三章当中 残除警长离开了他的监狱 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为了追击他丢失的犯人 而之前我们收集了一些道具 放入了残除警长的看守室里 官方会不会注意这个细节呢 是不是在第三章当中 就提示了我们 残除警长要追击的犯人呢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地方 我注意到残除警长的帽子不见了 之前在第三章当中 我们已经找到过残除警长的帽子 但是是用在无人机上面作为装饰的 第四章当中 会不会给这个道具赋予新的作用呀 预告当中还有一个游戏的实际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无人机的主要作用 还是用来撞击机关 不过这次稍微有了意见改动 因为我们在第三章的结尾 收获了一个奥皮拉幼崽作为伙伴 所以在第四章当中进行解谜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伙伴的帮助 可是这个桥段 我推测肯定有兄弟们会说是在抄袭 但是官方既然能够这样抄 也证明了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们现在并不及于摆脱抄袭的身份 只要帽麦幼儿园能够持续保持热度 他们还能够收获利益 我推测在短期内 帽麦幼儿园不会终结 甚至有可能像冰淇淋系列一样